第五題 物體受外力作用且外力的合力不為零時 必在沿合力的方向上產生加速度稱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內容 也就是所謂的F等MA的內容就是 如果有受到外力作用合力不為零 必沿利的方向上產生一個加速度 大腳計算是F等MA 所以第五題問我們說這個是一個什麼定律 我們所以答案就選的是C牛頓第二運動定律